我試著,當然是一個很誠信的人 而且是在許多方面,是對這種真相是有洁癖的 所以才不能容忍這些造假的 對生活中的一些造假,生活中的一些小欺騙啊什麼 可能就無所謂了,特別不能容忍的 是對公眾的欺騙,還有在學術方面的,科學方面的這種欺騙 當然這種人肯定是對自己也是要求非常嚴格的人才會這麼做的 所以我一直在說,我們做人的話,首先要做一個好人 做一個好人的底線,就是你是一個正直的人 這個正直當然就包括要誠實,要守信,要誠實這方面 要有道德的底線,就是這些方面